继2019年电视剧版《倚天屠龙记》之后,由王晶指导的电影版《倚天屠龙记之九阳神宫》和《倚天屠龙记之圣火雄风》又要上映了。 近日,导演王晶发文宣布了上映时间,《九阳神宫》将于1月31日上映,《圣火雄风》将于2月3日上映,也就是春节前后的事。 当初还以为王晶这一次只拍了一部,没想到,他一次性就拍了两部,看来是有备而来啊,准备春节期间在院线上映,好好的赚一把,结果却从院线转到了网络。 王晶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,先不说现在国内武侠片已经走向没落,就是春节期间上映的几部影片,显然也不是王晶能压下去的。 王晶带着两部基庸武侠电影,想在春节当获得不错的票房成绩,结果不言而喻,难于上青天,王晶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,所以,索性把电影从院线撤下来,改成网大上映,并且王晶还开启了薄利多销的模式, 切切实实把优惠送给了我们,今年春节当院线电影平均票价56元,长津活二买到了60多元,如今,王晶直接把两部电影改成网大上映,一连串优惠下来,一部电影只要4.8元,我们来看看它的营销模式。 很多没有VIP的网友也看出门道了,纷纷评论,这是要逼我去充会员啊,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购买,反正我是会买的,9.6元我觉得再怎么也不亏,何必去电影院凑热闹,难道不是吗? no no lo